民主黨打算緩引第25條修正案罷免拜登 12週聯合起訴拜登反對氣候行政令 特朗普社任後首度現身紐約特警隨身保護 奇怪議案城市是否文明要看器官捐贈率 習近平表態後小學生排練打土豪分田地 央視封殺不到NBA球迷覺顯神通趙漢北悟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今天是2021年3月9日星期二 前比爾克林頓的政府顧問迪克莫里斯日前發出驚人言論 舉預測民主黨將對美國現任總統拜登援引第25條修正案 什麼是第25條修正案呢? 根據美國憲法第25條修正案 在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履行職務 或職務出現空缺時將啟動計任程序 在第25條修正案下 副總統和內閣成員可以判斷總統是否能繼續履行職責 如果總統無法履行職責 副總統將接管總統內閣的職務 莫里斯在3月7日的一次採訪中說 他很相信民主黨人正在考慮類似的舉動 而且他們的意圖越來越強烈 莫里斯這麼說也不是無跡可尋 自從拜登和賀錦麗上任以來 賀錦麗就頻頻代替拜登履行總統職務 積極地與各國總統通話 此外30名民主黨人聯名寫信給拜登 要求拜登移交核武器的獨斷控制權 莫里斯還說民主黨人都在要求取消 白宮的部分中東戰爭權利 如果拜登不與他的內閣和國會協商 就無法發動軍事攻擊 在76年內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被要求這樣做 拜登在近期曾兩次在接受自由提問期間 公開被媒體斬斷視像直播相關原因不得而知 從以上跡象看來 拜登無疑就好像是武實權的化女總統 莫里斯認為這都表明民主黨人在腦海中的用意已經很明顯 準備援引第25條修正案將拜登趕出去 他還說民主黨人對拜登和他的決策都沒有信心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一個由12個州組成的聯盟正在就一項氣候行政令起訴拜登 訴訟由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斯密特大領 在周屋提出 他們聲稱拜登的行政令有可能通過擴大聯邦監管權力 而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訴訟書說拜登的行政令沒有權位 炭、甲苑和一氧化二淡的社會成本定值 這些數據將被監管機構使用 並稱此舉違反了美國的三權分立 而且9.5萬億美元的社會成本 還將在未來數十年內 為美國經濟造成數不清的數十億或數萬億美元的損失 斯密特說 這些潛在的法規將壓殺密蘇里州的製造業並損害農業 該州的數據顯示 有數十萬人在這些行業工作 那些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密蘇里人 可能會被拋棄 沒人理 這並非拜登上任後首次被起訴 拜登1月27日簽署行政令 暫停合法聯邦領土上身的石油和天然氣租態許可 當日西方能源聯盟對拜登提起訴訟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週日晚抵達紐約市 這是他1月卸任以來首次重回當地 消息指他將在紐約短暫停留 在週二離開 妻子梅拉尼亞和他們的兒子巴倫未見同行 有媒體拍到特朗普週日晚上獨自在位於 曼哈頓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樓案現身 身邊未見陪伴者 但有特勤局人員和紐約警方派人保護 報導指特朗普在紐約期間 特朗普大樓將增加保安人員 周圍恢復設置路障 停車都會受到限制 特朗普未透露今次回到紐約的目的和行程 雖然紐約警方正調查特朗普的業務往來 但他此行與調查無關 另外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 在週日播出的訪問中表示 特朗普對共和黨有黑暗面也有魔法 能令該黨更偉大更強壯 同時亦可以更加分化甚至摧毀他 但他認為共和黨應該繼續令美國強大的政策 並且與特朗普一起實行 中共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肺炎直手術第一人 陳正如日前在兩會上提議案 將器官捐獻律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標準的建議 引發民眾譴責和質疑 陳正如稱中國人口眾多 患者數量龐大 器官供需比例為1比30 目前中共國家衛建委已經將器官捐贈 作為三甲醫院的考核內容之一 但陳正如宣稱該考核並沒有普及到全部醫院 要形成全社會推動器官捐贈的氣氛 當地政府的推動更是必不可笑 陳正如建議將器官捐獻律作為一個文明城市 考核的標準之一 對此很多網友評論指責陳正如不說人話 這本身就是公民志願與否的事 一旦立入考核意之就變了 還有網友直言必要事不得不獻 好難不捐獻 儘管陳正如稱大陸器官捐獻嚴重短缺 但僅在2018年中共兩會期間 即3月3日至7日的短短4日之內 陳正如連續在北京做了3台肺移植手術 幾乎是平均每天做一台 而且陳正如2020年3月1日曾對陸媒稱 肺移植手術是常規手術 自己兩三天就做一台 此前已經完成1000多例的肺移植手術 這是因為中共官方存在一個龐大的器官沒人工體庫 3月8日自由亞洲電台中文推特分享了一段影片 內容疑似中國小學生排練打土豪分田地的場景 推文說習近平上月底在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 公開表揚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歷史 這個之後小學生中就開始進行練習了 在影片中中國某地的小學生身穿軍服在排演 其中兩名地主打扮的演員被押在台前 主持者則宣布所有欠條作廢 還要瓜分地主的土地 讓每個窮人家都有填分 會場場上用紅筆書寫著打土豪分田地六個大字 網友留言看你國父真沒錢了 大量人口反貧的現實情況下 習叉叉會不忘初心 從操舊業 繼往開來 再來一次新時代打土豪分田地 還有網友表示 現在最大的地主就是某黨 笑到屋地 老百姓只可以租地 或者自有70年使用權的房屋 是不是將這個打土豪分田地 可以對某黨也使用一下呢? 落極而言 當地時間3月7日 美國職攬NBA舉辦明星賽 外傳中國官媒央視今天將恢復直播NBA賽事 結束過去近一年半對NBA的封殺 但現實未如預期 不過中國網友表示 即使央視未復播 上海五星體育台、廣東體育台 都轉播了這場NBA明星賽 一些網路平台都加入了轉播 令中國球迷在央視未復播下 仍然覺顯神通、無礙追星 過去一年多 中國並非完全體驗NBA 網絡巨頭騰訊就持續直播 只不過不少球迷批評騰訊的會員費太貴 而改看盜版 而在影音平台 為Migu視頻2月底都拿了NBA版權後 球迷又多了一個選擇 針對央視未如外傳地復播NBA明星賽 中國球迷Dennis對中央社記者表示 或者是因為NBA官方仍未就當時火箭隊 總經理莫雷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言論道歉 而且目前又正值兩會期間復播可能會引發爭議 但Dennis 聲稱即使央視不復播 中國球迷都會覺顯神通繼續看球影響有限